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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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把它拍成短片 對 而且這個影片還得獎 這是什麼 不是啊 這是鋼琴 妳的手上有這個情劍的時候 妳就是個王子 太壞了 剛好我們節目最近在找一個情形 是嗎 美少女長相成熟 命運卻大不同 妳太可愛了 28歲了 別稱為小蕭牆 聽說妳很不開心 2號 真的好天啊 而且 尺度好大喔 她胸部感覺有點垂 就是一定有 天天你先過幾攤 我沒有 我胎死的步驟 你是我 誰是年近三十的童顏辣媽呢 比我的臉還要大很多耶 來 橫切面 可以把我的整個臉都遮住 好炸喔 直接拿給我 拿給我 中炸 中炸 這應該是我這輩子吃過 最好吃的炸油 天啊 我也要吃 哇 好大耶 她比我的錢幣還要大耶 所以你把我給我們 真的蠻粗 蠻大 Over了 Over了 太Over了… 對方夜市人氣美食 今晚一次Hold個Go Let's go 歡迎收看 妳猜… 妳猜… 歡迎 今天有很多年輕的小朋友 來參加我們的錄影 他們是桃園 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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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了 今天節目內容 完全符合妳們的 柯南精神 非常重要 好不好 那趕快來介紹我們今天來賓 第一位卓文勳姐姐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旁邊的是我們張勳潔帥哥 憲哥好 大家好 我是張勳潔 妳們兩位演這個叫 男女生了沒 在戲裡面我第一次女扮男裝 我覺得當男生真的好方便 在裡面就是有很多搞笑的東西之外 對妳來講應該是輕鬆如 沒有 妳知道是 我的意思是說 妳又不是小甜甜 好 加油 希望妳們這個男女生了沒 週一到週四 晚上10點鐘 接著下來是我們那個 小甜甜 鳳皇小甜甜 憲哥好 貝哲姐好 大家好 甜甜不錯 我開始喜歡小甜甜 是因為從她聊她跟這個 撫養她的人之類的 阿公 阿嬤 阿公 阿嬤 把妳帶大了 對… 所以很孝順對不對 對啦 事件上對妳來講最重要的人是誰 除了 現在喔 妳們有夫妻臉 我一定要聊她 沒關係 那 親以示 親以示 對 現在對我重要的 應該就是寶媽跟賢敏哥 他們像我的爸爸媽媽 對 妳們是不是一起合開了公司還是 對…我們現在三個人 一起成立了一個工作 就是經濟公司 對 有一個好處 自己再做不行 那就自己的問題 是 好 給她加油了 後面說我們 焦糖哥哥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焦糖 哈囉 在我們節目裡面真的露臉了 有沒有看到 她模仿還很棒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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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主持週四節目 叫做大陸巡奇 上次去的河南跟山東 完全不在天分上 謝謝大家 後面 潘加莉小姐 哈囉 我是Kelmy好 大家好 我是Kelmy潘加莉 唱一下… 新的新專輯超給妳 新歌給她唱一下 超給妳好不好 來… 說不哭 旅途每一步都走得太辛苦 愛終究走到迷途 決定祝福 我會算數 就像到處說要愛妳 給了全部 好聽喔 幫那個潘加莉姐姐買唱片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她們 馬上進入咱們第一單元 假的不能正 她時事截面 包括冠軍吳寶春 她是高爾夫球世界第一曾雅妮 她是世界扯鈴No.1林歸良 她們都是首居一指的台灣之光 台灣還隱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奇人意識 不論是特殊的技能 奇怪的收藏 詭異的癖好 假的不能真打開妳的眼界 好像分辨真假的能力 第一位來到我們現場的是誰 是這個獨一無二 用塑膠作畫的畫家 有硬沒硬 一起來歡迎第一位嘉賓出場 歡迎曾欣妮 假的不能真 這一位 好 大家好 好 這個靈感是怎麼來的 常常在外面釣魚 釣魚 海釣啦 還有石釣 石釣 不是 石 魚子的石 海釣客 西釣 有時候是 西 西釣 沒有 西 石釣跟西釣是一樣 西 西啦 西啦 卡啦 因為看到很多很漂亮的石頭 然後那個石頭 美到自己不曉得怎麼辦 就因為我是從小喜歡畫畫 所以就一直在實驗...畫不出來 一直到20年前 才開始 想到說國小的時候 我們老師常常用那個 顏料塗在一個紙上 然後把它蓋起來 一堆原料 蓋起來 然後打開變成一個畫 那這個樣子也是不錯的 這個就是拓印 但是那一種樣子 沒有辦法掌控它的形象 因為塑膠袋 比較好控制它的那種紋路的發展 該不會是跟這個夫人吵架吧 然後你做了什麼壞事被抓到 夫人說 你給我一個膠袋... 你給我一個膠袋 老師的這個畫可是這個 叫價很高 老師賣出一幅畫 大概多大 全開 全開的話大概多少錢可以買到 40萬 真的假的 因為他們買不是用這個錢 他是買我的智慧 是 來 讓你們來發問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問 什麼樣的塑膠袋都可以嗎 對 任何塑膠袋都可以 塑膠袋有分柔軟有硬 塑膠袋有分軟的 硬的 還有就是 顏色有沒有關係 顏色我想用白色透明的最好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變化 你可以看到底下的那種 對 可以看到那個 我們畫出來的變化 那紅白相間那種蔡奇亞買魚的那種 也可以啦 但是比較不好掌控 對 讓它 彈感而談的它 會不會全是演出來的呢 說謊指數百分之五十八喔 各位 第二位來到我們現場 這一位也很可怕 另類的藝術家 陳宏欣來了 陳宏欣先生 他是用氣球來表達藝術的人喔 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陳宏欣先生 是 請大家打招呼一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宏欣 用氣球重現名畫 好像有一幅畫竟然是萌娜麗莎 但是是用氣球做的 那這個案子就是 是一個小朋友的才藝般的一個 像是他們的一個展覽 對 然後展覽的話 就是那時候那個展覽的名字 叫做我愛達文西 然後每個小朋友都畫了 很可愛的萌娜麗莎 那老師也希望說 是不是我們 我們也可以就是用氣球 做一個萌娜麗莎 這個我還覺得比較有可能 妳相不相信我有一個朋友 他竟然可以用塑膠袋來做畫 是誰 蛤 我不知道 我就覺得那人長得怪怪的 是誰 人是用氣球去捏起來的 對 用那個顏色深淺不一去改造它 大概率是這樣 來 用過就是最難 創作從以前到現在 你覺得對你來說挑戰最大的 最難的衣服 是什麼 最難的一樣是達文西的作品 它是最後的晚餐 因為總共有14個人 然後我們總共5個人 來完成這幅畫 對 那你有 這個就太難了 對… 你還有做過哪一些名畫呢 還有像說比較有名的可能 孟克的吶喊 那那個 范古的字畫像 那歌耳朵的吶喊 字畫像 然後還有維納斯的 誕生 好酷喔 就是用氣球的造型 重現那個畫面 對… 這個厲害 如果是真的也要給你們看一下 什麼氣球你不可以作畫嗎 什麼氣球 什麼樣的氣球都可以作畫嗎 就一幅畫需要很多種 不同的造型氣球 很多種種類的氣球你都可以 對… 對不對 這也是氣球 這是我們2號陳鋒經濟 好 又問到這裡了 OK… 他使用氣球來重現世界文化 那麼可能 說謊指數72啦 好 一起來歡迎第三位生命鬥士 台灣首位全盲鋼琴家 今天假的不能對我們指揮了 所有都是跟歷史有關的藝術家 現在這一位是黃玉霞 是台灣首位的這個全盲鋼琴家 他多希望是妳去帶他 真的 因為剛剛本來說 你有帶一個人要特別牽你出來 不用 我來就好了 黃玉霞你今年幾歲 很年輕 快25 快25歲了 那玉霞聽到我的聲音 會不會覺得很親切 終於見到兩位主持人 你出來就見到了 假的假的假的 她真的是文明海外的全盲鋼琴家嗎 辣媽變身高中美少女 性感S腿泄漏年齡 一致蹲下啦 起立蹲下 幼幼 好可怕耶 人家生過小孩當了媽媽 所以跟她N字條她不太好一直下 聽到我的聲音會不會覺得很親切 終於見到兩位主持人 假的假的… 露出馬角了… 露出馬角 終於見到兩位 其實是看得見的喔 看得到嗎 沒有 聽你們的聲音聽太多 就聽很久對不對 然後終於見到了這樣 你什麼時候這個眼睛 是開始看不見了 生下來就這樣子 所以是先天就看不到 對… 那你那個時候 為什麼想要學鋼琴呢 其實我也是長大一點 聽我媽跟我講的 我才知道是怎樣開始 就是 可能差不多在我兩歲左右 我一次好像我表姐 彈完一首兒歌還是什麼 然後我就有 所以可能也許 聽到兒歌就會彈這樣 所以我媽可能覺得 也許我有這方面的天分還是 不是 也許你根本就是 對不對 但人就是這樣喔 其實你 你上帝喔 關了一道窗 祂會幫你開了一扇門 好不好 只是不知道 你還拿到鋼琴的大獎 你得過什麼大獎 隨便講幾個給大家聽一聽 像史坦巴哈的音樂藝術寫話 Oh my God 史坦巴哈的音樂藝術 我們都要像這位哥哥學生 可怕 那個多少人在競爭啊 天啊 其實黃玉祥的故事 有一位導演已經把它拍成短片 那個時候還有在金馬獎 對 而且這個影片還得獎 不是 不是 另外一部啦 不是妳喔 我最好啊 妳要翻滾吧 可是他有一個強項很厲害 只要他坐過的車子對不對 他再坐一次 你都不要告訴他是什麼牌子 他摸就可以摸得出來 是不是 是摸那個車子 因為每個車子的內裝的那個形狀 一定會不一定有差 可是他一直在換那個模特兒 只要你坐過的你就知道是不是 可能要都是大名牌才會 BMW啦 一摸 唉唷 這個 對不對 是摸標誌嗎 還是不是 是摸 內裝 內裝 比如說椅子的椅墊皮是這樣子嗎 如果是有坐過的話就是摸內裝 那如果沒坐過的話就 就直接摸標誌 就直接摸標誌 對啊 作弊 看到的這個玉祥就是 很快樂的一個孩子有沒有 他都 臉帶笑容 不是快樂 他是悶燒 因為不熟 所以他現在還不敢表現出來 對 熟了的話還得了 很樂觀 他追著你跑 是不是 來 這一次姊姊 換姊姊帶你去 姊姊的手感跟哥哥手感完全不一樣 妳看 感覺不錯 感覺不錯 可以嗎 心情變好對不對 個性相當勃勃拍兩的玉祥 有可能是假的嗎 說謊指數48% 三人的可信度都很高 到底誰在說謊 先來看看來賓們的選擇吧 請選擇開始 三位當中 好 三位藝術家哪一位 不是真的 卓文軒2號為什麼 因為 其實呢 我覺得 就每個人如果真的 這件事情是事實的話 講話都會是比較自然 以及順暢 但是 他剛剛有點緊張 或許可能是因為緊張的關係 可是我覺得氣球要做成畫 還 我還沒有看過 而且我覺得是還滿困難的事情 一號 就我覺得那個 曾老師 是 他那個老婆跟他要交代 他給他訴交代我覺得太不合理了 對 不是 是差亂講的 不是 你們注意喔 三位選一號的 馬上換 少質疑我了 小甜甜也覺得是曾老師 對 因為我覺得通常 藝術家的伙食都沒有這麼好 所以很多藝術家都比較沒有那麼好 再來就是 覺得藝術家都吃不飽 對 這樣比較瘦 這個一看就知道是 曾技餃子館的老闆 或者是你知道嗎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那個 一個關鍵 就是他的頭髮才剛染黑不久 會那麼在意自己的外表 他應該是里長 對 你看都是作畫的那種藝術家 就不會去滾到他的頭髮 小甜甜看得很細微 有柯南精神 對 來…焦糖 我覺得是一號的原因呢 它是就是 我覺得啦 全開了一張圖畫紙 然後只用水彩去畫畫 要賣40萬 我覺得很難 再加上我觀察他的手指頭 沒有任何的顏料 如果你長期作畫的話 不管怎麼樣顏料都會透過 對…這是滿細微的觀察 當然我是焦糖哥哥 隨時注意小細節 要這樣子… 不知道有沒有猜對 潘家麗小姐 我覺得是2號 因為我覺得她剛講話的時候 沒有很穩定 然後有一點傻傻的 我覺得她不確定 自己 對 所以我覺得她可能是騙人的 都是用背的 好的 聽完來賓們的評論之後 心中是否有底了呢 馬上來揭曉答案吧 5 4 4 4秒 3 2 1 騙人的人請下台 2號 2號 空心先生氣球做畫家 那妳這個做什麼行業的 講故事 唉唷 妳跟軟焦糖是同一掛了嗎 沒有 對啊 應該比較強 我真的是差多了 我不是講故事 各位 我們現在馬上要看真的 你看得出來 這些世界名畫哪個是真的 哪個是由氣球拼出來的嗎 這些有創意的氣球名畫 都是由紐約的藝術家 拉里莫斯所創作出來的喔 是不是非常有創意呢 好漂亮喔 你不講說這塑膠袋做的 我們都還不相信 近看的時候 它那個紋路 有沒有看到 這邊是另外一個 白色的石頭 這個是 溪流的 溪流 溪流 那是海 對啊 好美喔 用塑膠袋 整幅畫都是用塑膠袋 畫出來的 可是連那個有人耶 它那個石頭上面有人 那個也是嗎 人是用筆點出來的 這個就是我跟我太太 哪有那麼瘦 其實我喔 這是意象 我的希望 所以 藝術家可以做心靈的表白 就在這邊 哇 感動 各位 一張畫要用到多少個塑膠袋 大概五 六種以上 五 六種 是 它變成塑膠袋是它的紙 筆 所以它拿這個筆來做 有粗有細 有軟有硬 對 應該是這麼說 扇子上面可以 也可以用塑膠袋 這是 這是全世界唯一的 因為全世界沒有一個藝術家 用塑膠袋來創作 曾老師 而且還會涼 還是還會涼 是喔 來 老師 現場就畫一下好不好 現場是不是要示範 請我先介紹一下 我通常我會去收集 一些不一樣的塑膠袋 對 你們有沒有在街上買這個 那是什麼 有沒有 裝水果的 有沒有 有 這叫珍珠靶 現在喔 就是把這個塑膠袋拿起來 拿起來喔 我給妳拿這個 來 所以這個塑膠袋算是軟的對不對 軟的 軟的通常是拿來畫哪一個部分 石頭 石頭 我的剪刀呢 你的剪刀 你的剪刀 這個是我的剪刀 老師 這我的剪刀你要嗎 要 現在喔 先請 請妳喔 妳看看開始了 在這個圖畫紙這個原料上 黑白膏 黑白膏 真的喔 黑白膏這樣 好 這樣 黑白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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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好 現在呢 妳看我把這張畫變成一個 寶石 蛤 唉唷 用這樣的方式就不同 搬著 妳搬在這邊 唉唷 寶石 唉唷 真有巧思了 這一下 OK 喔 哇 它有那個自然的紋路 對 然後把這個筆 稍微給它修補一下 哇 修補一下 其實這個紋路如果不叫那種平常用畫的很難 畫不出來 老師這個畫一聊可能要聊三天三夜 我們現在隨著老師到曾老師的畫室 我喜歡畫大自然的景色 比如說我喜歡大海 喜歡山 喜歡岩石 更是說喜歡樹 曾老師教你如何使用畫具三寶 畫出超真實的自然美景 假設我要畫岩石的話 不會選擇用塑膠袋 因為就像這幅畫 假設你用塑膠袋來畫的話 這幅畫差不多兩個小時就可以完成 而且這個手畫的效果 比岩石還要更岩石 就是說用傳統的方式來畫的話 這張畫可能要畫上半年的時間 而且畫出來的效果 也不一定有達到一定的那種方式 兩張畫作比較 塑膠袋作畫是不是非常真實呢 如果我畫海的話 我會用衛生紙當工具 因為衛生紙的水氣比較容易把握 而且又可以畫得很自然 各位觀眾請相信你們的眼睛 這些木條全都是曾老師用水彩畫出來的 是不是非常有真實感呢 這一次老師又會用什麼特別的畫具做畫呢 我畫木紋 畫了一二十年 一直都畫不好 一直到朋友家裡的蛋糕店 看見他使用的工具 我才慌常大悟 是什麼樣的秘密武器 可以把木紋畫得如此真實 看曾老師隨性地在畫紙上塗上了咖啡色的顏料 然後再從抽屜裡拿出畫木紋的秘密武器 什麼 難道就是這個貌似印章的物品 天啊 木紋如此輕鬆就呈現啦 只要留意身邊的小東西 像塑膠袋 衛生紙還有其他的 你也可以成名大師 全盲彰琴家演奏 讓你感受生命奇蹟 高校美女早熟外型 又缺點大不同 第一位是 鑽尾翼的照片 來 鑽尾翼 有一次在曼德拉等同學的時候 結果就有一個小時內 有五個男生的大師 她會不會是問小姐妳要點什麼 好 3 2號0 好滑喔 天啊 穿比較寬鬆的衣服 然後想要買謹慎一點的 然後她就一直推薦我很鬆的 那月子妳是自己坐 還是到那個坐月子中心坐 又來了 用生命搏鬥 全台守衛全盲鋼琴家 謝謝 加油 加油 salir去工作 уров 垓 全台守衛 全台守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好可憐 原來妳的手上 妳的手上有這個情劍的時候 妳就是個王子 好不好聽 好聽 我覺得今天黃玉祥哥哥來 給我們一個很大的這個啟示 就是說很多事情 沒有不可能做到的喔 只要你努力就是有可能成功 而且我們現場 有這麼多的年輕人小朋友對不對 看看黃玉祥哥哥 他的條件可能還比你們不好一點 但人家經過努力 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績 剛剛一開始 妳彈那麼難的曲子 我還會為妳擔心妳會彈錯 現在我倒想要考考妳 因為太棒了 妳就來一首爵士的好不好 爵士的好不好 可以嗎 來…開始 掌聲再鼓勵 對啊 好 好 龍 你不會成功 你先不要動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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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她真的太帥 好迷人 而且她會因為不同的曲子 散發出不同的魅力 對 她的整個情緒都跟著她的音符 貝犬還有小甜甜 這是台灣第一妹妹 我跟貝犬姊姊算是同一型 她們兩個有很大的競爭 對 對 兩個人勢不良力的 對 那我覺得她 除了她彈琴的時候很吸引人 她還有一個很棒的 就是她一直在微笑 就可以知道她整個人 就是要把快樂帶給大家 一直微笑 唉唷 感動… 來 潘加莉姊姊 女生 好有魅力 而且她彈的時候很享受 妳會跟著她的音樂一起浮動 我跟妳講 我不瞞您說 妳隨便唱她都還能伴奏 好不好 妳試試 隨便的Key都可以 我可以唱我願意嗎 我願意為妳 我願意為妳 黃玉湘真的是讓我們非常的感動 從她的手指之間 彈注出生命的奇蹟 應該就是我們的生命的構思 我們也希望藉由她的情音 讓更多人知道 活著就有希望 為自己盡一點心力 為愛妳的人付出更多 謝謝妳的音樂 為我們帶很多的色彩 我們都不是紅色的囉 謝謝你 洪玉湘 妳這樣一聽就能談 謝謝 每個禮拜一錄影的時間好不好 笑反正妳一點走就好 妳要記得錄一些有的不的 一些那個笑的那種 先走了是不是 門在那邊 妳從那邊 下班了 再次給她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謝謝 我從三歲半裏又開始學鋼琴 曾經也獲得不少的大獎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在今年四月受邀到日本演出 可以用我的音樂來安慰日本的災民 覺得非常的榮幸 玉湘在音樂上的成就 除了天生的絕對音感之外 靠的就是不斷反覆的練習 其中一項高難度技巧 更是得練習上千次呢 不要小看這個大跳進的技巧 這個一般明眼人 都要花很久的時間來練習 我呢必須要花比其他人 多好幾倍的時間才能彈到還算準確 聽到憲哥講話 就至少他是一個幽默風趣的人 所以我給他音樂是這種的 我聽到佩晨的聲音 就覺得他是一個很甜美的樂園 我平常除了飾演作家的身分之外呢 我還有另外一個身分 跟我走就對了 沒錯 玉湘的另外一個身分 就是樂團的Keyboard手 瞧他跟大家一起練團的模樣 是不是很有Rocker的感覺呢 音樂不但開啟了他的另外一條路 也讓他悠遊於古典 和流行音樂之中 敵然自得喔 音樂改變了我的一生 鋼琴的黑白劍 讓我擁有色彩繽紛的人生 誰說童顏火辣身材 只是單身女孩的專利呢 曾被評選為全世界臉蛋最完美的女星 傑西卡艾巴 不僅被好萊塢視為最性感的女人 你看得出來 年僅29歲的她 已經生過兩個小孩了吧 火辣身材和稚氣臉蛋 一點也看不出來 懷孕生子的她 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跡喔 今天我們也來了三位成熟高中生 竟然隱藏著一位28歲的辣媽 你的酸甜圖簡體 美照及訪談中找出破綻 順利找出哪一位是年紀28歲 並且有一個9歲小孩的辣媽嗎 今天很厲害 今天來這三位算是辣妹高中生 但是其中有一位竟然是辣媽 她的女兒已經9歲了 等於有兩個辣妹跟一個辣肉 怎麼這樣講啊 這個辣媽她真的完全看不出來 28歲 但是跟高中生竟然長得一模一樣 第一位 林瑋毅一號 旋轉… 旋轉… 轉… 你們那邊可以下指令 你說什麼她做什麼 抓大腿 神經病抓什麼大腿啊 你說都可以下 M字腿 M字腿 M字腿下 起立蹲下是不是 起立蹲下啦 起立蹲下 又… 很性感的耶 這樣子做一個跟她的年齡 比較像可愛的瘦女的姿勢 可以嗎 瘦女的姿勢 瘦女 Yeah Yeah這種 這樣子的 有… 好 宋非文 好的 這是咱們的第一號好不好 從這裡先判斷一下 好 2號 林孟璇 孟璇 感覺就很可愛 天啊 這個比例 太紅了 還留了兩根小辮子 這才有好 好可愛 會不會她就是28歲那位 好S喔 故意扎了辮子 讓人家誤以為她是 旋轉 旋轉 旋轉一圈 旋轉很快 有戴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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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教師耶 好像是故意 可愛喔… 好可愛喔 好的 給我們一個可愛的姿勢好了 可愛姿勢 好棒 好 來… 感覺很職業耶 很專業 3號叫做什麼名字 陳穎 陳穎 性感 這個姿勢就比較成熟一點 對 身高好像比門還高路 如果她站直的話 站直的話那沒問題的 超過 光影的關係啦好不好 來 旋轉一下我們看一下 來 她的側面有點像溫翠萍的感覺 很利益 剪影看起來 很好奇 好 三個人的剪影 你們一起來看一下好不好 我請她們來跳個舞好了 音樂 這三位高校美女當中 哪一位是28歲的辣媽呢 阿婷 看她們的舞步應該知道 哪一位是28歲的 她們完全看不出來 都一模一樣 有嗎 都很避暑 有一些放比較不開 其實有耶 還是會有一些 文軒有脈絡了 來 怎麼樣 就是會有這樣 我覺得在28歲的人 算是親手女 如果以妳的角度是哪一個28歲 我覺得會是3號 就是她很知道 怎麼展現自己的身材 對 跟那個律動 講到3號 3號要嚇一跳 來… 勳傑… 妳覺得哪一位是28歲親手女 我覺得是2號 為什麼 因為 既然是辣媽就生過小孩嘛 她的下盤比較 對 大概是那個 小甜甜 其實我也覺得 其實三個身材都很好 但是第二個 她真的下盤比較壯 而且重點是她的胸部感覺 好像還在脹 雖然小朋友已經9歲了 她側面還是很脹的感覺 然後剛才跳的時候 她兩隻手一直放不下來 就是她的習慣性 好像抱小孩的動作 對 OK 是這樣子嗎 來 焦糖果果 我覺得是1號 因為她生過小孩當了媽媽 所以跟她M字腿她不太好一直下 當過媽媽才很會開好不好 她開那麼多指 媽媽會有矜持啦 妳沒有比較過 我三位都給妳M字腿好不好 好… 2號 M字腿來一下 預備 哇 這個才不會咧 3號 M字腿來一下 第三號有 這應該小甜甜來示範一下 對 太難猜測了 咱們快來看看第二條線索吧 看形怎麼可能呢 直接給你們看像好不好 好 GO 看看他們的照片 妳會霸探神乎奇蹟 看看她的照片啦 停 1 2 第一位林偉義的照片 你太可愛了 18歲的啊 好夢幻喔 對啊 夢幻的少女 夢幻美少女 這個好萌 還有別的照片 但是 但是感覺非常愛國有沒有看到 青天白日滿厲害 文綺長相真的相當甜美 她有可能會是28歲的辣媽嗎 2號 先看看2號好不好 1 2 3 2號的禮物 哇 好滑喔 2號的禮物 天啊 尺度好大 超性感喔 這個 超性感高中美女 辣到讓妳說不出話來 對 公眾的女生才好豐滿 讓佩生羨慕不已 照杯大概是多 三圍照杯 3 2 1 1 1 照杯 那 月子妳是自己坐 還是到那個坐月子中心坐 又來了 妳不要這樣坐 那妳是生完小孩以前 就1 照杯還是生完以後 不要心存僥倖 我想說我還有機會 妳本來是B嘛 跟B加就不錯 OK 來 3 2號 0 哇 好可愛喔 好天啊 天啊 尺度好大喔 好性感喔 這個 這尺度很大耶 超性感的 這位真是萌到爆有沒有看到 真的 唉唷 這比較有女人味 鴨子在她的胸口感覺 好像縮小了 好渺小喔 來看一點其他的照片 我被迷了 她好可愛喔 天啊 身材真的很好耶 如果真的是媽媽就太過分了 真的有點像混血兒有沒有看到 對 很小耶 但 是 已經是孩子的媽 9歲 28歲喔 有沒有看到 不是啊 孩子28歲 媽28歲 媽媽 好 孟璇擁有令人羨慕的超伯辣身材 她會是9歲小孩的媽媽嗎 這也看起來太難就來了 網拍妹 像搖搖 這個有以前那個徐若萱姐姐的感覺 有沒有 很清純的感覺 而且她鼻子好像是獨立發展的 有沒有看到 特別挺有沒有 整體都相當夢幻的成品 真的是電力十足 她有可能是今天的答案嗎 光看照片 你們有沒有要改變你們的想法 你覺得哪一位是28歲的 看完了美照之後 看完美照之後 我覺得是2號 妳2號 隨時要拿玩具逗小孩 隨時要拿一隻鴨子 隨時要選2號 而且她的鴨子很顯然 是從胸口掏出來的 因為妳口袋啊 OK 那文璇 我還是覺得是3號 3號 因為如果你看小朋友9歲的話 她等於是十幾歲就生小朋友了 其實恢復會滿快的 小甜甜 我還是覺得是2號 因為我覺得她其實 因為她本身就有一點露露 然後生完小孩之後 有一點那個復原能力代謝不好 所以就比較沒有辦法恢復到原狀 所以一直還是爸爸這樣子 因為她胸部感覺有點垂 就是一定有 沒有 天天妳生過幾胎 我沒有 我胎死腹中 妳還沒從美照中看到 豬絲馬跡嗎 沒關係 再來看看第三道線索吧 各位 我們現在要做史上 大家完全沒見過的一件事情 什麼事 我們要 訪問照片 1號 林瑋毅妳好 什麼聲音是這樣子 這個喔 成熟的臉被同學稱為小蕭牆 聽說妳很不開心 為什麼 因為她那麼老 對 妳很可愛 哇 哇喔 De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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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現在同學 還有叫妳小蕭牆嗎 有啊 所以我超不爽 妳還是很不高興是不是 但是因為妳長得比較成熟 所以妳去逛街的時候 大家誤以為妳大概幾歲 二十幾歲 二十幾歲 成熟臉的優點 有女人味 在東區一小時被五個人搭訕 有一次 在曼德拉等同學的時候 結果就有一個小時內 就五個男生來搭訕 他們會不會是問小姐妳要點什麼 對啊 1號妳跟大學生交往 結果她知道妳未成年 後來怎麼樣 有被抓去關嗎 還在關 後來她想要那個時候 想要結束 想要進一步的時候 就跟她說我是高中生 然後她就跑掉了 她怕犯案好不好 因為成熟外表 而有小邵長稱號的偉意 她有可能是28歲的辣媽嗎 這位最多人選這位 是的 林夢玄妳好 妳應該對她很多的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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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好害羞 高一入學被當作留級生 為什麼 他們在入學的時候 他們當時被打擾工作 他們都 好難過 她很難過是哽咽 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蛤 他們都覺得我不像英傑生 不敢 跟爸爸功課給我 好啦 沒關係啦 好可憐喔 不要難過 過來 思想也老成是班上同學的愛情顧問 真的嗎 對啊 有什麼愛情上的問題都會問妳 對啊 妳同學都會這樣 那妳是親自哺乳還是奶粉 妳不要透她的話啦 讚...這個好 沒聽到 沒有 自己戴嗎 還是 嗯 自己戴 蛤 他中間還有可愛的笑容 自己戴 唉唷 豐滿的身材跟早熟的長相 服飾店的店員認為 以為她是孕婦 以為她懷孕 對啊 就那天穿比較寬鬆的衣服 然後想要買謹慎一點的 然後她就一直推薦我很鬆的 那 那月子妳是自己做 還是到那個坐月子中心做 又來了 妳不要這樣子 沒有啦 那妳問她那剖腹還是自然 蛤 燒酒雞那種雞酒喜歡吃嗎 喜歡 那妳 那妳是不小心種了 還是在計畫中種的 喂 好 秘密 14歲的時候 14歲 她就開始打扮得很性感 很成熟 穿暴乳裝 穿暴乳裝 啊 結果酒店公關 向重她 一直問她 想不想月入數萬 日領星 對啊 她就來問我 然後她就一直錄我 文化就跟她講說 可是我未成年耶 然後她就嚇到 不好意思 請問她可以 都過去了 請問她可以好好講話嗎 她聽起來好難過喔 一直在哼念 等一下 我想問一下 她的這個罩杯大概是多 三圍罩杯 那妳是生完小孩以前 就衣罩杯還是生完以後 不要心存早信 好不好 我想說我還有機會 不行嗎 頂多就 大一格而已 妳本來是B嘛 對 哪一格對不對 孟全竟然因為有早熟 豐滿的身材被誤認為是孕婦 她有可能是今天的答案嗎 第三位 陳怡 妳好 妳好 妳這鼻子 有去 有去動過嗎 沒有 沒有 天生就那麼漂亮 對 喔 不錯 長得很漂亮 被同學的家長排擠 為什麼呢 因為 以前過小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我很像劉基森 會帶壞 喔 怕帶壞自己家的小孩這樣子 喔 怕自己越變越老 還幫自己取了個綽號 妳的綽號是 小公主 喔 小 小公主喔 對 這樣越跳就會越年輕 喔 所以妳 小公主… 妳會來幫我們換毛巾嗎 哇 我還小少爺的 天啊 好 她說媽媽最喜歡跟她一起逛街 因為 跟妳一起出去就會說 妳們兩個像姐妹是不是 對啊 每次出去大家都說她是我姐姐 她就很開心 對啊 妳會想 熊跟媽媽要一起逛街嗎 還可以 那不是很累 為什麼 看見她們應該都是她背媽媽對不對 這個是廣告 兩個人 好像那個原住民搶親的 那我都會怎樣 嘿唷 嘿唷 走你啊 給我兒子 走你啊 給我兒子 走來走來 給我兒子 聽 好 那麼媽媽喜歡跟她逛街 人家都會稱讚她 是 跟大三歲的男朋友約會 卻被認為是姐弟戀 就像她男朋友大她三歲 還被認為是姐弟戀 是嗎 對啊 因為就有一次去逛衣服 然後我挑不出來 店員就跟那個我男朋友說 欸 弟弟 妳要不要來幫姐姐挑一下 啊 成熟有什麼困擾嗎 成熟臉 成熟就不能穿太亮的衣服啊 會被說看起來像老妖精 怎麼這麼殘忍 佩晨姐姐裙子很亮 這麼嚴重 怎麼這麼殘忍 是吧 哇唷 這麼鬼 不好意思 換點老陳的成熟和媽媽逛街動物 還被誤認為是姐妹 會不會她就是今天的答案呢 三道線索都看完了 觀眾朋友們有答案了嗎 馬上來看看來賓們的選擇吧 第一號 二號 三號 請選擇 今天三位長相成熟的高秀美女當中 有一位是28歲的辣媽 到底是哪一位辣媽呢 是誰呢 好的 清潔選一號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是 因為憲哥剛剛的訪談 因為我覺得一號女生太直接了 非常非常直接 因為她剛好幾個怕的都很直 就是辣媽可能 她老公把她保護得很好 所以講話比較不會那麼婉轉 所以因為這一點 你們這邊都選擇2號是什麼 就是剛才只是透過剪影看 後來看她的照片 更確定她的身體是生過小孩的 厲害 對 妳們因為嫉妒人家32F 妳就說人家是那個啊 她的胸部真的一定是餵過寶寶 而且餵了好一陣子 如果寶寶很快就不可能這麼大 而且剛聊天的時候 也覺得她一直要露出馬腳 可是又敢回答又不敢回答這樣子 真的 身材很難就是先天的啦 一定是後天的 對… 焦糖哥看多了 她的孩子的媽媽 對… 有可能 卓文軒 我覺得是因為像通常 我們在年紀小的時候 都會希望自己很成熟 但因為成熟之後 就會希望自己像小公主一樣 對 成熟反而怕老 對 是 這是真的 好不好 人一出來 搞不好妳們就有答案 我們真的不知道 聽完萊甸的選擇理由之後 觀眾朋友們 你也學好答案了嗎 等一下回來答案就要揭曉囉 瑞峰夜市人氣小霸王 沒聽過妳就熟掉啦 這家牛排是不是很有名 妳的牛排很高 這樣子橫切面要有三公分吧 這如果我白兩天 休息 我也甘願 它有多大呢 聽說是 為什麼大家多在爬 男生最喜歡的就是 要很大很魷魚 比我的臉還要大很多耶 來 橫切面 可以把我的整個臉都遮住 喔 喔 這應該是我這輩子吃過 最好吃的炸魷魚 天啊 現在就告訴你 到底誰是28歲的辣媽啦 人一出來喔 搞不好你們就有答案了 我們真的不知道 來 一起來歡迎 3號出場 3號 4號 4號4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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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號4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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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辣媽吧 不可能辣媽啊 太瘦了啦 對 她沒有生過小孩啊 天啊 哇 她好瘦喔 好可愛喔 天啊 等一下 她還有戴牙套耶 表示應該是小孩子吧 不見得 三十幾歲都還有人戴 那倒也是 這位是答案嗎 你們覺得 不是 她身體 她全身太緊了 問一下卓文萱 卓文萱妳現在看到她本人之後 妳覺得 我覺得 搞不好就是答案啊 是 我要相信我自己 好 漂亮 請她們通通出來再來公布 這樣子嗎 對 又再比較一次 好… 這樣好… 要不要… 再來就2號了啦好不好 歡迎2號出場 2號 林孟雪 媽媽 媽媽 我的媽媽 被大家一致認為她是辣媽 不是她的本人這麼可愛 妳怎麼會這樣子 來… 阿布啊 阿布啊 妳要這樣子 太可愛了 不可能啦 真的 2號妳自己看看 她就小孩子啊 跟她們說嗨…一下 可是她胸部真的不對啊 妳一直針對人家胸部 人家有 不是說就是媽媽生完小孩會變矮 所以她可能以前再高一點點 妳現在在催眠妳自己 她就是媽媽是不是 變矮 不會啊 不像耶… 也不是媽媽 3號是答案還是2號 2號啊 妳們還是覺得2號 妳已經給妳看到人 妳還是覺得2號 她的胸型就是身過的 就是胃過的 對 把張勳潔先生的1號也來看看 歡迎1號出場 暴靈毀意 到底她是高孝生還是辣媽 宣潔 這個也是小孩子 怎麼會這樣子 3號 3個人臉型其實都很可愛 真的 她都長得好年輕 1號根本就是個孩子嘛 有沒有看到 那個臉根本看起來就像個洋娃娃 而且巴掌臉有沒有看到 三個人 我們再給她走個台步 你自己判斷一次 歡迎他們三位一起走個台步 Let's go 改換答案了 有答案囉… 好明顯喔 明顯了… 好 好 我們一起來揭曉好了 陳穎小姐 閣下今年是 17歲 17歲 所以1號 這個是我們3號 答錯 噴…用力也噴 停… 看看我們的2號好不好 2號這位林孟璇小姐 閣下今年是 16歲 答錯 小姐 從頭到尾一直說要餵母奶 不太過分了 所以我們正確解答就是我們1號 林瑋毅小姐 今年慧婚 28 28歲 妳的孩子有多大了 9歲 所以妳等於是19歲那一年 林瑋毅跟她的這個兒子的照片 對不對 已經好大 好愛喔 不錯 真的很像大姐姐帶弟弟耶 桃花 桃花也 對啊 妳說這兩個是姐弟我們都相信 對啊 對啊… 是單親媽媽是不是 對 現在她自己在撫養她的孩子 是這樣嗎 對 所以她是沒有新生 妳單親妳還不後悔 不後悔 看到小孩就不後悔 看妳好像中間要哭出來 來…訪問一下… 好耶 我們來看看 讓她自己說一下 當時為什麼 堅持想要有一個孩子對不對 所以有子萬事足嘛對不對 現在有 生活上會不會很辛苦 有很多壓力還是還好 帶小孩 習慣了 習慣了 妳自己有在上班嗎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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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養孩子 所以給勇敢的媽媽掌聲鼓勵一下 對啊 可是通常這樣子的小孩 會特別的貼心 對啊 對不對 妳兒子有沒有很貼心 有啊 還很小啦 不過今天我們總有一個責任的 對不對 像那個張勳姐剛好 選到妳是1號 是 所以啊 好不好 以後孩子就叫她爸了 好 來…張勳姐 來… 勳姐辛苦了 趕快… 還有一點夫妻臉耶 不錯啊 好男人 好男人 我給妳機會對她唱情歌好不好 來…不要客氣 好 KEN哥手總可以吧 辛苦了 媽媽 謝謝 很偉大 真的 真的 偉大的媽咪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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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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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啦 其實現在還是可以 就是 為自己的這個 讓自己的心打開一點 還是可以找到好的人 也是可以交往啊 對不對 希望妳也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會的 會的 一定會的 年輕媽媽委衣化妝師要如何讓她回到17歲呢 別人17、18歲的時候都在戀儀享受學生時代的生活 而我因為堅持而有了小孩 全心全意投入在小孩的身上 從懷孕到24歲的那一年 才有時間跟姐妹一起去跨年 希望藉由這次的主題 能夠為找回17歲的青春洋溢 本身擁有一雙水汪汪大眼睛的詠意 平常忙於家室很少打扮 化妝師也針對她暗沉的膚質 截開眼圈做拋光和遮瑕 再換上造型師 為她挑選清純洋溢的服裝 這樣一來 她就正式加入17歲的行列囉 年輕辣媽文藝 要正式重返高校囉 她如果圍 走開 然後到上面 這邊 再來一點 人生 好可惡喔 顏嘴可愛喔 做不出現的表情那邊 可以換對不對 經過這次的改造之後 回憶也因此找不到一些 年輕時該有的甜美回憶 要去高雄 短髮 短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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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高雄 一首啤酒 六個朋友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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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說到去高雄 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六合夜市之外 在地人新聞中還有一個絕對不能錯過的好去處喔 它就是擁有二十多年歷史 在高雄規模更大的 對風夜市 夜市裡面的攤位 可是多達一千多家以上喔 今天你猜夜市yes or no 除了要帶你去 連不曾吃過路邊攤牛排的 胡亦佩都喊爛的胡亦牛排 還有這個 號稱飲食用上飲的爆漿可樂餅 比臉還要搭上一倍的深海炸魷魚 還有還有 這個最給力比手臂還要出的雞肉捲喔 想想逛好吃又好玩的瑞峰夜市啊 大家一起來CR7囉 掌聲給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又帶我們 又要逛夜市 夜市文化那真是太棒了 有沒有 夜市裡面充滿了人情味 溫暖 熱情 李家不是寫了一首歌嗎 我跟妳講 北中南東部西部 它的夜市風情都不太一樣 不一樣 這個是南部 南部高雄 通常高雄我們可能會想說六合夜市 六合夜市 今天我們去 來 趕快帶我們到夜市裡面 先去看看 來 夜市Yes or No 前進南台灣高雄瑞峰夜市 它可是在地人最愛逛的夜市 來到高雄不來瑞峰夜市 你就落伍了 美食特派員 要帶我們吃什麼好料咧 一起來瞧瞧吧 夜市Yes or No 今天我們的外景團隊呢 帶您來到的是高雄的瑞峰夜市 聽說這個夜市是高雄在地人 最愛吃的夜市 今天宜佩決定要把瑞峰夜市的美食 給吃得翻過來 趕緊去填飽肚子囉 Go 在瑞峰夜市裡有一個很特別的名牌 它的名字叫做爆香可樂餅 聽說一吃就會上 一咬下去的時候呢 聽說那個起司跟奶油 就會從你的嘴巴那邊滑 說著說著我都放流口水了 不會吧 這麼巧 這個請問一下你們買這個是什麼 可樂餅 可樂餅 這是從哪裡來的 台南來的 你咬一口給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吃得比較俗女啦 口味怎麼樣 口味怎麼樣 這在前面 你看呢 夜市才剛開 可樂餅前面呢 已經圍了超多人在排隊 很強 問一下老闆 是 你看起來那麼年輕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誠實又告訴我們你幾歲 我74年次 為什麼當初想要賣可樂餅 當初也只是想說 想要試試看自己的能力 然後想要學創業 那時候是大學生 那個時候 然後是下課或是抽空檔 回家做可樂餅 然後晚上拿夜市擺飯 那你們招牌是什麼 招牌的話是原味 奶油圓舞曲和前面豬排 對… 那我要點一個奶油圓舞曲 好 一個就好了嗎 一個就好了 耶 這個就是我點的 他們的招牌 叫做奶農圓舞曲 它的牛奶都快要爆出來 而且玉米好多耶 來吃一口看看 來 妳有位子 妳有奶兩位嗎 對 它的鹹奶超級濃郁 就不像外面的那個奶 吃起來是會膩的 而且它外面酥酥脆脆 裡面那個奶油跟玉米融合一品 太好吃了 飽滿的奶油和鮮甜的玉米 從可樂餅裡溢出來了 來瑞豐不吃這一味太可惜了 聽說瑞豐夜市裡面有一家 海鮮很有名 它有多大呢 聽說是比臉還要大 這麼多人莫名而來 還要領號碼牌才能吃得到 高雄在地的比臉還要大的魷魚 好吸引人啊 老闆 我們要一隻 好 好不好 謝謝 來 號碼牌等待人數21人 你們從哪裡來的 我是高雄 他是從台北 從台北來 從台北跑到這邊來吃這個 怎樣有名 為什麼大陸在跑 男生最喜歡的就是要很大的魷魚 男生喜歡大的魷魚 好 OK 輪到我了… 老闆我來了… 我來了 快點 我要等好久喔 真的嗎 Oh no 真的超大的 你看 比我的臉還要大很多耶 好 它有條件 好好吃喔 它的魷魚非常非常的Q 而且好鮮甜 老闆 我要問一下你們這個大魷魚 是從哪來 為什麼可以那麼甜啊 這是我們高雄奇蹟的 魷魚 新鮮大魷魚 所以是每天都從高雄奇蹟來的 對 最高紀錄 一天賣上幾隻這個魷魚 對 下次的話 三星 一千 一千隻 一千隻 所以我剛剛拿到這個號碼牌 感覺有像中獎的感覺 真的一點都不誇張 老闆精心挑選的大魷魚 經過高溫油炸時 便會成為這令人食指大動的模樣 港都高雄在地小吃 不選它還能選誰呢 來… 第一攤先介紹了 蘇炸大魷魚 明姐… 厲害… 妳看看魷魚一枚賣了多久了 三年 三年 妳後面這裡有一個這個有沒有 這個…LED的 妳家那個製作什麼 妳家都是到銀行去有沒有 銀行 或號碼牌 要拿號碼牌嗎 要抽口 要買到夜市的東西還要排號碼牌 最多排在幾號 我們都是50號輪再輪回來 1到50號然後再50再輪回來 妳為什麼想賣魷魚 怎麼不賣個雞肉捲啊 或者滷味啊 因為喔 因為別人在賣了 因為有人在賣 賣不一樣 對 因為有人在賣 沒有啦… 那個因為我念書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到那個 我們高雄的奇景吃烤魷魚 烤魷魚 我很愛吃 就有一個感情 對 很愛吃 然後就想說 然後難道魷魚只能用烤的嗎 對耶 一般都是用烤的 而且他在網路上很有名 他是因為有他的故事很感人 網友就推薦了他 搞得他生意爆紅 紅得不得了 當時是為什麼 什麼故事 因為我會來百夜市就是因為 負債 負債 然後呢 帶著孩子啊 就在外面這樣擺攤 很辛苦 很辛苦 負債付了多少 三 四百 哎呀 打個電話給我就搞定 對啊 我很少看他 我早知道 對啊 妳打給我嘛 我負債 對不對 妳孩子幾個 四個 四個 太多了 因為那個經濟好轉 所以就繼續增產 所以現在都那個債務還清了沒有 什麼還清妳 還買樓家裡 妳也拜託 好棒 拿兩隻拿走 來… 來…中辣… 炸好了… 直接拿給我… 中辣… 來 妳幫我們調配一下 我要明姐親自 明姐 你一邊坐一邊跟我們聊天 平常在 聽說在夜市扮尾牙的時候 你有你們這個瑞鋒 蘇珊大神的名號 快打了 好想當當的名號 對 很會唱 你的哪首歌是什麼 妳唱哪一首 Dream of Dream 那天 唱喔 唱小陳故事 好特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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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真好吃妳跟我們一起 天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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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有多好吃妳知道嗎 多好吃 多好吃 這應該是我這一輩子吃過 最好吃的炸魷魚 天啊 好好吃 再一口看 太誘人了啦 你看好不好吃 裡面是軟的嗎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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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吃了 夠了 夠了 妳這個皮是什麼皮 這個皮是一個 服務家的配料 跟雞排不一樣 老闆我小辣就好 謝謝 自己研發的 好好吃 妳知道它那個外殼 吃起來像蝦味鮮那種香酥 然後裡面的 來 出問題 好好吃喔 快吃 答對 就可以出來 吃啊 好 剛剛她唱歌的時候 我聽到第二餐的老闆 叫問她旁邊 我等一下 不用啦 不用啦 那一人只有她而已 好 那我們就問跟魷魚有關的題目 好 來 問她 Yes or No 準備好了 好 由於預熱就會變卷 是因為本身含有蛋白質 Yes or No 1 2 3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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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好 兩個Yes 三個No 正確答案是 Yes 太好了 由於本身都是蛋白質 所以預測的人都會卷 那因為蛋白質分布不一樣 所以卷的地方也不一樣 跟頭髮一樣喔 下來 恭喜卓惟姐還有參加蜜 怎麼辦 那個文圈 小辣嗎 小辣 小辣 今天給你們賺到了 不用拿等候卡就可以直接吃 好羨慕喔 到中間來吃好不好 這好好吃喔 你們先拿虛虛好了 先掰一個虛虛吃 要不要吃 那個麵粉不要掉 來 不要搶 好好吃喔 而且那個魷魚真的很大 而且好脆喔 而且你知道這魷魚都是 新鮮明天那種吃精韻來的 吃起來就是很香甜的 甜甜的 然後它外面的那個 那個酥跟平常我們一般吃那種 鹹酥雞肉不一樣喔 它是脆的對不對 好吃耶 好吃喔 太幸福了吧 好好吃 真的好好吃喔 真的是吃到不能言語 各位 時間過得真快 這個要先打包 好不好 新鮮之重 比兩還要大的酥炸大魷魚 看起來太美味了吧 接下來還會有什麼好料呢 無敵後見牛排就要來囉 我剛剛看到路邊 有那個板凳 我就這樣坐下來 可是後來我看看 左右兩邊的人 好像都不是像我一樣在納涼 感覺好像都有目的 我來問一下好了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你們坐在這納涼嗎 承涼 所以不是在那邊承涼喔 不是…沒有… 所以 為什麼那麼誇張 等牛排要坐在旁邊 對嗎 超多人的 聽說這家牛排是不是很有名 你那是打包 你打包是 妳真的不知道這家店 超好吃的 我可以在你們前一號嗎 不是…很麻煎 對… 所以要去登機是不是 對… 拿號碼牌就對了 對 這麼爽 那我要趕快去登機一下 看看這麼多客人 這間牛排可以說是 瑞鋒夜市的地標之一囉 人氣高到要排隊才可以吃得到耶 它究竟隱藏著什麼樣驚人的魔力呢 爆童鳳爪的滋味 讓憲哥吃到撐不住啦 就是這一筆了啦 這個才叫滷味 嚇死人了 好餓 等一下 吳宗憲 來… 你這第幾根了 第六根 好了沒 還沒 好 看看這個人潮 我等了好久 大概等了半個小時 終於是等到位子了 所以呢 現在有寶座了 怎麼可以不多吃一點 老闆 你我等這麼久啊 對… 很幼的耶 看起來好好吃耶 這個時候可以留牌喔 好 這是什麼 這是雞腿排 這兩樣都是我們的招牌 因為我們的雞腿喔 都是當天的 都台灣的就對了 台灣的都叫滷味 當天最新鮮的就對了 對… 最新鮮的就對了 好來 看一下我們的雞腿排 那我來吃吃看你們的雞腿排 好不好 我們很久的 很腰的喔 真的太好吃 我跟你講 我沒有在跟你誇張的 老闆娘 因為那個雞腿排的皮啊 為什麼可以煎得那麼酥酥脆脆嗎 因為我們的雞腿有在湯煎 我們的雞腿排就沒有在湯煎 都湯煎的 尤其我們的雞腿排 不用藍我們的雞腿排就很好吃 我們現在要來吃這個 好切牛排 好 你看一下它的橫切麵 這樣呢 你知道夜市的牛排啊 就燙不到 不過很薄的 不過你的牛排喔 很厚的 這樣子橫切麵要有3公分吧 它的牛肉吃得到多汁跟鮮甜 是有一種甜甜的味道喔 甜甜的味道 除了台灣客人 有沒有國外客人來吃 我們這邊喔 妳如果說像我們這台喔 馬來西亞 日本啦 民國啦 阿蘇加坡啦 他在西洋鄉有夠多 代料 他現在還在代料 有夠多 大家都來排隊就對了 我們這裡 台西亞不要說英語 台西亞都可以 怎麼比… 外國朋友來的時候怎麼比 雞腿排就是比這樣啊 牛排呢 牛排就… 牛排這樣 這樣就對了 全高雄最強的牛排 就在瑞峰夜市 沒吃過別說你來過高雄喔 看著牛肉的肉吃 我的媽咪啊 誰受得了呢 還有後食的雞腿排 我要流口水啦 另外呢聽說網路上 大家都在推薦一家滷味店 可是我想不透耶 滷味就滷味啊 到處都有在賣滷味 但是大家會推薦 應該是有什麼原因吧 我要去一探究竟 走吧 這間滷味有什麼獨特之處 讓客人絡意不絕呢 就讓特派員吳依佩 帶我們去看一看吧 找到了 好像就這攤 請問老闆嗎 妳是 老闆長得很帥 老闆 人家我聽人家說 你們這家滷味很有名 不就是賣滷味嗎 真的好吃嗎 真的好吃 妳試試看 好 吃吃看是不是 好… 老闆娘 就視野來… 鳳爪來吃吃看 什麼味道啊 老闆 為什麼你們的那個滷味吃起來 有一種很特別 我沒有在別攤吃過的味道 是什麼 因為我們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是用流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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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包括我們的滷味 我幫你製作本身調配了 都吃到老滷汁 老滷汁 老滷汁啦 就是滷很久的那個滷汁 叫老滷汁 真的好吃耶 因為我們吃了甜品汁的健康 我們不要加鹽巴味精 老滷汁 這是我本身吃的種子 還有什麼是你們的招牌 每樣都是招牌 美味的滷味在客人面前現場滷汁 老闆更是選用柳橙汁代替糖 和味醋 再加上老闆的秘方成年老滷汁 不是 是老滷汁啦 經過長時間熬煮之後 才變成眼前的 晶瑩剔透的鳳爪唷 而且還有各種滷味 任聚挑選的 天啊 我忽不住我的口水啦 這是我全台灣第一次吃到 用果香下去熬的這個滷味 我覺得真的還滿不錯 可以推薦給大家 它這個東西很厲害 湯哥的滷味是有果香的 對… 果香是哪有果香 我們就是這個 加果汁進去 你那罐是什麼 柳橙汁喔 對 這個你可以吃 加柳橙汁 真的 你這樣說出來的人都知道 這就是 養生嘛 養生就一定要加這個 不要加鹽 加味噌 所以它就變得很甜這樣 這個就厲害了 考你 這什麼 鴨賞 台灣人有說 鴦頭啦 鴦頭 對 鴦頭啦 不是說口香糖還是一樣 對啊 所以有沒有 這個就是鴦頭啦 英文叫Gentle 這個是 所以它是男的 鴦唇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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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干 鴦湯就要準備了 來… 這個是要滷 這個剛剛滷了是不是 對… 來… 沒有… 這個滷給放下去 昌哥的那個粥排鳳爪 一天可以賣1000盒耶 哇 哇 它這個 賣滷味 滷得不夠糖又賣 就是這一筆了啦 而且 昌哥的鳳爪跟別人不一樣 好像這個每一個指甲都要美容嗎 對 都美容 因為我們這個 本身就是 現在人會減兩身嘛 這個指甲不剪的話 很髒 不好吃 這樣子 不好吃 這是加工出來的 有些他還幫他做菜會 對 炒過煮起來有 新鮮的都炒過煮起來 烘烏的 烏烏的 烏味啦 這個爛了嗎 爛了 爛了是不是 真的嗎 它那個是金色的耶 發亮 你看它滷到 天啊 這個是辣味 而且滷得好透 天啊 這個厲害的 我的媽咬 我們有戴鎖套 真的 來… 我們很高檔 你看骨頭都很入味 感覺骨頭會吃 骨頭可以咬 阿公 唉唷 你是要靠我燒死的嗎 阿公 你很燙 真的很燙 真的很燙 很燙 人家人家叫你的名字你就燙 很燙 很燙 沒關係 這隻 好想吃 好爛喔 你說它很爛 入口即化 滷到很爛 很爛 我們這個能溫良的話 比起來更好吃 對 更好吃 冷冷吃 熱熱也可以吃 我們要東西說都是 骨頭真的可以咬嗎 骷髏可以咬睡 可是唱歌我想要問你 可以咬睡 唱歌我想要問你 聽說你這裡有在賣天梯 對 天梯是什麼 天梯就是以牙齦 應該是五金行吧 牙齦 牙齦 豬的牙齦 好 試試看 好 吃牙齦就是補牙齦的意思嗎 以形補形 各位 她這個 她這個技巧 這個才叫蘆味 嚇死人的 太好吃了 怎麼很好吃到這樣 好像花枝 各位 有沒有感覺有沒有口感 對的耶 牙齦是醋的 對 妳跟 吃起來感覺很滿好 很脆 有點像那種軟骨 吃軟骨的感覺 可是它又多了一些那種脂肪的 軟Q的感覺 對 因為它又有嚼勁 各位 我的雞腳已經變這樣了 你吃得好乾淨喔 你的骨頭都不放過 憲哥 連這個都爆漿 Oh my God 雞屁股就直接這樣吃了嗎 可以… 我們的氣象真的好吃 都沒有那個腥味 我們經過處理過 真的嗎 真的 嚐嚐嚐 憲哥 憲哥 他連骨頭都吞進去了 憲哥趕快出題了 可以出題了 可以出題了 快出題了 出題了 不出 沒有 什麼沒有 妳真的沒有出題嗎 小甜甜要翻臉 快點啦 沒有 這個不能出題 這個要再等一下 下一單看完才一併出題 太殘酷了 太久了 太殘酷了 真的受不了 真的受不了 吃完之後這個當主食 好不好 所以這個先出 好快 這個先出 這個先出 雞的耳朵 長在鼻子的附近 Yes or No 好 雞的耳朵長在牠的鼻子的附近 Yes or No 這感覺 真的感覺 好 請作答 我不知道 亂講 No Yes No Yes Yes 好 正確答案是 No Yes YES 黑暗的姐妹們 雞的耳朵其實是長在眼睛後面 好厲害 謝謝 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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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幸福了 喔 哇 文軒魷魚都還沒吃完 真的 肉乾餅 謝謝 自己開動 好高重喔 先試一下這個 天梯對不對 沒有吃過的 豬牙銀 感覺一下 吃一口 我們這個雞心裡面好像吃 它真的好像軟骨 雞真的這個也不錯 對 可是它脂肪比較多一點 太好吃了 對 我們跟著交換 我們還是接吻了 好真心 你們兩位趕快過來這邊趁熱這一鍋 這個有多好吃你知道嗎 月宜香 好 我的媽 好誇張 真的 本來的東西很好吃 我現在養生 妳是第一養生 而且邊賣邊介紹 多動一點 好 好好吃 有...我沒有坐在這裡才有夜市 一家人吃東西的感覺 天啊 太過分了 來嘛 來嘛 這個雞爪太好吃了 好幸福的感覺 我覺得 這個單元也太逼人了吧 好逼人喔 好餓 天啊 你們有吃到這個雞爪嗎 還沒 我在那醞釀 妳看 直接幫著腳脫衣服 哇 它是直接這樣一根有沒有 進去有沒有 對 而且很乾淨喔 它真的入口即化 好嫩喔 天啊 哇 好好 好吃耶 好吃耶 好吃相喔 吃相 現在單身還是要顧慮一下 你已經吃三根了 根 你這幾個大人也像話嘛 小朋友有吃到嗎 有 有 趕快 伸手來 小心一點 慢慢拿 拿一點點喔 坐下喔 坐著拿 不要急 我現在小孩為了吃不擇手段 老闆跑不掉啦 一整攤還在後面 好 盤子拿過去 傳過去給他們吃 拿好… 而且小朋友剛剛非常可愛 還說 露透節目 夠好吃的啦 我跟你講 真的啦 我很少吃東西吃成這個樣子 還跑過來再拿一根有沒有 好… 來…謝謝兩位 好 謝謝兩位 聽說瑞聰夜市這邊 有一家那個雞肉捲 大家很推薦 但大家推薦她的原因呢 除了是她好吃之外 聽說她老闆的很帥 那個雞肉捲到了 但是… 哪裡有帥位 等一下 我只有看到一個很奇怪 蒙著臉 那個誰是老闆 你是老闆 幹嘛要蒙著臉啊 什麼 南部的吳劍豪 什麼 我沒聽到 南部的吳劍豪 南部吳劍豪 那現在吳劍豪 那這樣臉要遮起來啊 還滿帥的耶 還不錯耶 就是那個 臉比較膨膨的吳劍豪 在夜市啊 吃過那麼多攤 我第一次看到有在夜市賣東西 還給我拍什麼宣傳照 太過分 沒有問一下不行 問一下 你們那個前面拍什麼宣傳照 會不會太over啊 拜託 你知道嗎 我們在南部夜市 瑞峰夜市很紅的耶 紅 怎樣紅 你要聽一下我們的開場白嗎 還有開場白 好啊 我想聽一下 好 我們是南部 好 來 還是給我那個肌肉圈好不好 麻煩肌肉圈一串 好大耶 它比我的錢幣還要大耶 你來跟我們介紹一下好不好 還是說你想介紹你的長相 我想介紹肌肉圈 好 來 不是用大肌肉圈一串 然後去包黑胡椒熱 然後中間還要存全賣 好大耶 我的天啊 我想要跟那個我手臂比 那個錢幣比一下 它比我的錢幣還要大耶 你們是怎麼樣發想 這麼 這麼機車的一個吃法 這麼特別的吃法 因為這個原本 巴士菌的會覺得是 從巴士料理的 然後它裡面是 有包 鵝乾醬裡面 鵝乾醬 對 然後你們把裡面 就變成包成是熱風 對 那個蝦是芒果 芒果 對啊 因為女生應該喜歡吃芒果 合嗎 對 你可以先吃 好… 所以它上面那個醬 是用芒果打出來的 沒有 我覺得吃起來 不像雞肉捲 我覺得感覺吃起來 有點像是在 西餐廳吃到的東西 不像是在夜市賣的 因為它那個芒果這樣做 就是酸甜酸甜 然後很適合夏天吃 因為女生很怕說 吃到那個雞肉 感覺會油膩 對… 對 所以它這樣搭配起來 我原本以為應該是很奇怪 但我覺得是很絕妙的搭配 大學生創意美食 改良次法國料理的雞肉捲 把鵝乾醬換成熱狗 相當的契合 因此也成為 瑞峰夜市的美食代表 再加上南部飛輪海的加持 也不知太可惜了 從老闆開始介紹起就很厲害 他們是這個 瑞峰夜市的飛輪胎 哇 妳好了 怎麼了 介紹錯了 為什麼 瑞峰夜市的 沒有…他們四個呢 都未婚 所以呢 直接可以 就是一邊逛夜市 還可以跟老闆交朋友 裡面還有兩位 怎麼了 我跟他們聊聊天啊 真的 你聽見一點嗎 這個雞肉捲裡面是包什麼東西 老闆… 老闆… 老闆 老闆 你這個雞肉捲裡面包的是 是那個黑胡椒大熱狗 黑胡椒大熱狗 聽說你當時一開始研發的時候 裡面包了很多 比如說高級的食材 我的媽呀 我的媽呀 也是有 但是因為實在是不合成本 不合成本 對啊 還有包什麼蘑菇 飯之類的 對… 還是大家還是沒有什麼 就是大家不太喜歡 常常有遊客經過的時候 會給你們很多形容詞 讓你們聽了很開心是不是 他們都怎麼形容這個 就 那不是我講的啊 因為人家走過去就是 哇 好粗 好大 我們就在那邊 圈圈圈圈的嗎 這個外面這一層是雞排 然後用烤的是不是 雞腿 雞腿 對啊 我們骨頭還留在這邊 憲哥 還真的沒有看過有這樣子 等一下 吳宗憲 你這第幾根了 第六根 好了沒 還沒 要聊天了 先雞排先介紹一下 要聊天了 好好聊天好不好 我跟妳聊啊 沒有啦 不要這樣子 招牌是哪一個口味呢 我們的招牌檸檬 但是它比較偏酸 比較酸 好 那就給我們來一份 你們的這個招牌好不好 拿出來 拿來這邊 來這邊介紹好了好不好 這什麼項 你現在用的是 那個是招牌檸檬的比較偏酸 偏酸OK啊 那我先拎幾塊就好 這不是美乃滋喔 它有分不一樣口味的 對 這是什麼粉 胡椒嗎 檸檬粉 沒想到 一個塑膠袋 有這麼多的用途 真的 等一下這個不要丟掉 還可以拿來作畫 對 好 是不是 OK 唉唷 唉唷 妳看妳看妳看 我老大腿 天啊 太大口了 怎麼樣 妳看我第一次看過外面是真的 紮實的雞肉 雖然真的包大熱狗耶 好好吃耶 怎麼會這樣子啊 妳有沒有再吃吃看我們那個 比較特別的 芒果口味的 芒果口味 還有我們的九層塔特調的 太大口了 不記性向了 還有很多種口味 那芒果應該很爽口 出題目 快點 來 慢點 好 這一題當然就跟這個千島醬有關 千島沙拉醬 是因為在北美洲的千島群島 創造出來的 所以就取名叫千島沙拉 請問yes or no 請選擇 走 Oh my God 好難喔 NO NO 大家都NO 全部都NO 要不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吃 要不就是通通不能吃 有要改的嗎 千島醬的由來 可以改嗎 沒有 因為太多人吃我們 可能不方便 所以 對 千島醬的 那我改 好 我改 真的嗎 搞不好就我一個人吃 好 不要 尋求跟你一起改 我們兩個人生 好 好 最後決定了 焦糖跟張勳傑跑票了 正確答案是NO YES 沒有 找錯了是YES 是YES YES YES 來…兩個 過來… 不好意思 男生終於有的吃了 確實就是這樣子 因為千島群島呢 有一個釣魚的那個翔島 她的太太做了一個醬 讓她的先生 帶去請女明星吃 結果這女明星吃到這個調味醬 覺得很好吃 就把她帶回了自己的這個飯店 對 去飯店裡面請廚師做 發揚通告 對 命名就叫做千島醬 千島醬 哇 張勳傑太過分 她要了一條不切的 好好喔 這個不切 她 這個蠻粗蠻大 這咬得下去嗎 可以 過了 過了 哇 你嘴巴好大 太燙了吧 好厲害 唉唷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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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完全沒有烤乾裡面還會噴去 對 裡面那個熱狗一咬即溶 有沒有看到 對 直接就在我嘴巴裡面融化 來 來 試試看你 沒有啦 你就這樣 對啊 大隻 哇 太Over了 這麼燙你怎麼受得了 我忍住了 還滿好吃的 是 潘家麗從頭到尾 有吃到魷魚了 我有吃到魷魚啦 不錯 有魷魚就不錯啦 好了 今天給大家在夜市裡面逛一逛 才知道原來瑞峰夜市 也有這麼多好吃的東西 很厲害 你吃過了嗎 沒吃過趕快 下個節目就去吃了好不好 謝謝大家 讓我們下個童心 繼續回答的 你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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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童心 童心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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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